但有一脉居民生存其中 极为久离 原本在天界的女娲也来到了这片大地 并创造了她的子民 但女娲之民却没办法适应 吴日照的阴矮之地 于是女娲授以她们审法 移天换月 从地下唤起天下五柱 定出天地之线 地底也因此出现了大片的空间 自此阴矮终于散去 日照降临大地 女娲之民终于笑颜逐开 但是无法接受日照的久离之民 却饱受煎熬 为了再次遮蔽天幕 与争取大地的生存权 率领群魔与久离子民的 久离部落之主施游 以及率领女娲子民的 女娲之民首领基轩园 在捉路展开了殊死战 持有手上有柄神剑 是使用飞魂铁 及九地八荒众生魂画柱 此剑不断地漫出烟雾 将基轩园的大军困住 此时基轩园制作出了指南车 冲出了浓雾 手持天界兽法 由火神祝容所助的神剑 以惊人的力量斩杀了持有 大败的久离一族狼狈地逃入了地界 姬轩园也被尊称为皇帝 但令人不解的是 他不但派人铸造了 九支奇异的大顶 还将这历经旷世征战的 两把神剑 悄悄地封印到不为人知之处 埋进了历史沉沙之中 逐渐地被人遗忘 直到三千六百年后 自久仪天尊剑封印以来 千载流转 每六十年一次幻学封印 乃我正道守刃 如今大县再次将至 轮直到我天玄门担当此次幻学之责 我做这番安排 不知师父无妥当 杨儿 切莫上为时失望啊 师父 弟子来向您老人家 求教福咒之术 是君儿啊 怎么只有你一人 杨儿呢 二师哥在闭关练剑 他的诸天剑阵即将大成 今日正是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连我都不让打扰呢 嗯 朱天剑阵阵凶险万分 稍有差池便会被夺起心魄 躲入邪道 你快去看看杨儿 叫他万不可贪功极尽 另外 见到杨儿后 你们一同前来见我 我有要事吩咐 师父 二师哥不会有事吧 不 不会的 二师哥天资聪颖 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这就去练武场找他 和他人 之后 那么 他们就必须 还能让我 不愿意 你 我的 那么 有 我 你们 你 怎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要紧的 只要定点神就没事了 炼剑走火入魔 二师哥 你又造劲了 师妹 你识得我性子的 我只是 你不用多做解释的 二师哥 我只是刮心你的安危 至于你的决定与想法 你也知道 我一向是支持你的 你大可不必如此 师妹 我不是完人 也有见解错误之事 其实我自个儿性子执着 我也是明白的 你总如此护着我 只怕有朝一日 这你才操太多心了呢 二师哥 在师父的教导下 是非曲直 我哪会分不清 打小时我们就一块儿长大 莫说是你的个性 你的心思我也是懂的 你只是有自己的想法 不愿盲从其他人罢了 别提这些了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此刻不都是师父要你洗练咒术之事 对了 你不提我倒差点忘个干净 师父前我前来换你 说是有要事 要你到青云殿候他 二师哥 你真的不要紧吗 可能是因有些气质而昏眩 无碍 似乎好些了 我们走吧 您在哪儿 二师哥来了 我在这儿 师父 找我有什么指示 师父 你又背着我练朱天剑阵 是的 请师父降罪 为师不是告诫过你吗 诸天剑阵虽威力强大 但一引动猿灵煞气让人丧失心性 你不明白这后果吗 师父 这些弟子都明白 我只是不想生疏了这等威力的剑招 并无心违逆师父 我知你天资聪领 领悟力强 但你天生命带刚煞 诸天剑阵与你虽可发挥数倍威力 但更以令你煞气更赤 你要切记呀 师父 您就别再责备二师哥了好吗 方才二师哥烈入了火 还发了噩梦呢 师妹修得多说 是真的吗 杨儿 其实弟子也不知为何 以往练子剑招并没有感到任何异样 但今日却不知不觉地失去了意识 还发了噩梦似的 有种惶惶不安之感 除此之外 弟子一切的无恙 请师父放心 也罢 总之要是你还听为师的话 就不许再使用诸天剑阵了 是的 弟子尽遵所住 君儿 去取一些回气归原的药给你二师哥 是的 师父 然而 这是八张挂符 你到悟心洞 将之顺着前队离阵 训砍更坤的八卦方位 贴在火柱之上 在这中央念动引焚聚火之中 将八张符一续烧化 然后将你所见到的 带出来见我 我明白 师父 我这就去 出来吧 凤儿 为师会不知道你在吗 是 你想说什么 说吧 师父 是要师弟去取证魂令吧 弟子不明白 为什么师父不前我去完成此一重大任务 二师弟他刚毕自用 我行我素 只怕会坏了护剑的大事 你认为自己胜任得了吗 既然师弟可以 我身为天玄门大弟子 也有不能之力 既然这样 那为师倒问问你 你明白九仪天尊之威 但见在你的眼前时 为师却叫你将之丢弃 你做得到吗 这 师父的命令 凤儿自当遵从 那要是又有其他人 告诉你这把神剑力量无敌 绝无仅有 说你是神剑最适合之主 那你如何决定 我 我 不必回答了 师父 凤儿 这就是你无法胜任的原因 可恶 地处偏僻 位置隐秘 前往的山路上 一项颇多山精野怪 这些山精野怪 虽不甚厉害 但也不能大意 可千万不能误了师父之命 明日练功的悟心洞藏有秘密 不知究竟会出现什么 这可有趣 等等我 二师哥 二师哥 这是师父逐我取给你的药单 你拿去吧 师妹 谢谢你 二师哥 你要进悟心洞吗 是师父叫你去的吗 是啊 师父交给我八张挂符 要我进悟心洞去见东西 东西 悟心洞内除了师父部下的 让我们练功精进的福怪以外 就只有八根火柱 以及中央的一块石碑 师父是要叫你扛石碑 还是拆火柱 当然没这么简单 师父看来慎重其事 我想非同而戏 是吗 那二师哥 我要同你去 反正师父也没说不可让你同行 也好 咱们就一起进去瞧瞧 二师哥 听闻这悟心洞遍布着炼功伏偶 那是什么 对了 师妹闲少来到此地 就听师兄向你解说一次吧 二师哥 这伏偶既然如此厉害 我担心 师妹无需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 不 二师哥 我是担心你的伤势 多亏了师妹的伤药 已经不碍事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好好闯上一番 二师哥 然后我们该怎么做 按照师父所说 我们必须先按照八卦方位 以前队离阵 训砍根坤之序 将挂符贴在火柱之上 我们得先找出前挂位的火柱 原来这八根火柱有这功用 但是看起来 这些火柱似乎都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怎么断定哪个是前挂位 我想如果真的事关重大 这前挂位的火柱 应该有些什么不同的记号才对 二师哥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就先调查一番 前挂位的火柱 会是在哪个方位呢 依依经所言 前为天 天不满西北 有柱轻之 若我猜得没错 前柱 当在西北方位 二师哥真厉害 那我们快往那里瞧瞧 当心师妹 那边有许多伏偶 这个火柱的柱身上 似乎有一个浅浅的掌印 是吗 或许这就是前挂位的记号 我们先把这个当作前挂位试试 二师哥小心 又有符我冲过来了 二师哥 我们要怎么试 才知道这根火柱 是不是前挂位呢 师父给了我八张挂符 一定和这些火柱有关 我将前挂符贴在火柱上试试 太好了 二师哥 这根果然是前挂位的火柱呢 看来我们猜得不错 接下来就以这个火柱为阵眼 我们再去试试别的火柱吧 不遑九名 赤药聚情 焚焰离火 嗯 没想到悟心洞内居然还有密门 这样看来师父要二师哥取的东西就在这门后了 嗯 咱们进去瞧瞧吧 现在我知道 该用这把悟心洞里还有这么古怪的地方 二师哥 你以前听说过吗 从未听人提及 师父来事也并未交代 想来也是为了好好考验我一番 连二师哥都未听说过吗 这里这么黑 也不知道暗道会通往哪里 师妹不必多虑 往前走自会有答案 这密道里也有伏偶出没 师妹跟紧我 切莫走散 师哥 你发现没有 暗道里的伏偶比外面的还要厉害一些 嗯 这里的伏偶似乎有些不同 像是奉命守护着什么东西 我想 应该就是师父让我索取之物吧 不知道师父他老人家藏的什么宝贝 人家越来越好奇了 我也好奇 不过当务之急 是要专心对付眼前这些伏偶 师妹 不要大意 二师哥 我晓得了 这个密室就是暗道的尽头了 嗯 师父要我们拿的东西 想来就藏在此处 师妹 我们进去吧 等等 二师哥 我 我 怎么了 师妹 刚刚不是还对里面藏的东西好奇吗 怎么现在反倒犹豫了 我 我不知道 我只是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预感 那个密室让我害怕 我有种感觉 似乎只要我们一进入那里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你 你以后就会离开我 师妹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所有师兄妹里 就是我们关系最好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今天经历了太多事情 让你身心疲累 所以才会下想 我们快点进去 等完成师父命令 你好好睡上一觉 休息一番就没事了 嗯 我听你的 二师哥 我们进去吧 飘浮在半空中的事 看来这就是师父要我取的东西了 这个看起来像是个令牌 而且下了结界封注 师父有交代怎么取下吗 这倒是没有 不过 我倒是可以上去试试 小心 这可能有些什么危险的禁止 这是 二师哥 小心 甲子轮回 仪学换风 汝就是这次封印之人吗 让吴看看 汝有没有这个资格吧 否则 只是徒增剑下的亡魂罢了 二师哥 刚刚那是什么 似乎是我们碰到了禁止 惊动了令牌的守护神灵 那现在 我们可以拿那个令牌了吗 嗯 我去试试 这令牌 光芒消失了 禁止的结界消失了 二师哥 你没觉得有什么不是的吧 嗯 非但没有 反而还有一股莫名的沉静感 先前因为练功走火入魔 而心气尚浮的造反 此刻似乎都消失殆尽了 看来这不是一块普通的令牌 更何况是放在这隐匿之处 我想 这一切问师父 应该就明白了 师妹 我们回去吧 嗯 遇到了吧 是的 师父 是个令牌吧 我这就拿给你 不用拿给我 你就小心地保管吧 你需要它 去完成另一件事 是的 请师父示下 你不需要做什么 杨儿 你就这么信任为师 不多发疑问吗 师父 您对我有养育与教导之恩 师尊如父 如果连师父之名都怀疑 我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呢 杨儿 虽然你的善心灵为师欣慰 但是为师却不得不告诫你 人心难测 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都不要尽心 为师如此说 你能懂吗 师父 不须多言 等你下山之时 时机弱智 你就会明白了 下山 师父的意思是 可还记得为师七年前 曾经带你们三人到一座 有着青铜诗雕的平台 青铜诗雕的平台 弟子记起了 那应是西南方 离此约莫三天角城的一座高峰上 有着八只青铜诗雕的八角平台 是吗 师父 此台名换展龙台 不过在详述此事前 你可知你手上这块令牌是何物 弟子从不知悟心洞有此密设 更未见过 更未见过此令牌 我想凤尔音也不曾告诉过你们 事实上 我天玄门历代 其父则负责看管一柄上古神器之所要 称之镇魂令 即是你取到的这块令牌 镇魂令 上古神器 这是一柄可以号令天地神魔的上古神兵 持有当年便是败在此剑之下 这件上古神兵名唤九仪天尊之剑 此剑据说是皇帝 用女娲神补天所移的七色石炼成 之后 他曾受天地圣法御封 其威令四方神魔魏夫 几乎可说是天地间神兵之尊 故得此九仪天尊之名 九仪天尊剑 那既然这柄剑如此危憾天地 又何须阵仪所封 这正是要点所在 相传上古逐鹿之战 先祖皇帝用此剑斩杀池油后 发现此剑吸收了池油的魔血元魂 以为不祥 便以刚御制作剑侠和玄锁 将剑阵封于剑侠中 封印于慎选之三大灵穴 这三大灵穴分别为 恒山阳之剑种 华山阴之剑种 以及我们天玄门历代负责守护的 泰山荒之剑种 每个灵穴各自安下三个 非得在灵穴镇座上 才能开解的封印 然后必须各以三个魂令 在其所属镇座上 行解封之仪 方能解开悬索之仪 并由于风水气脉流转之故 而定下每一甲子 在三灵穴中换封的惯例 也就是六十年 必须将此神兵换穴移转 放得充足之灵穴正气 将其阵锋 不过有什么不对吗 其实这个疑问 相信你们若能顺利进入剑种 也会有的 那就是 剑种内皆有两个剑作 两个剑作 不是只有一把剑吗 这也是一直以来 令城府守护之责的我们 始终未知而不得其解之谜 推断起来 似乎应该还有另一项神器 但是没有人知道 其下落与任何消息 不过现在首要之物 就是到斩龙台地下的 荒之剑种 将剑侠以镇魂令解封取出 到濮阳城与紫云派会合 将剑侠移往衡山的 杨之剑种再次轮替封印 天玄门守护已戒六十年 如今只差交替 便告圆满 是吗 但请恕弟子有个疑问 此等重责大人之事 师父为何交付弟子 虽然师父所命 弟子应当竭力以赴 但是以辈分而论 应当也由大师兄 你们都是我清传的弟子 看着你们长大 个人心性 我焉有不知之理 虽然凤儿早知此事 但事任于否 我自有定夺 你不必拘泥于辈分礼书 是的 弟子从命 自当竭力互鉴 那么君儿 你也一道去吧 真的吗 师父 我真的可以跟二师哥 一道去吗 与其将你留在门中 事后却必须罚你一条 私自下山之罪 不如就碎了你的心愿 随你二师哥 一道去吧 师父 您老人家就爱消遣我 不过虽让你同行 但是互鉴之事 非同小可 你一道前去 也有你的职责所在 杨儿 你再次暂候些时 君儿 随我来取学物事 是的 师父 一切如此 你们二人都明白了吗 是的 弟子明白 我也记住了 师父 那就快上路吧 以紫云派掌门 木宗时内老儿的脾性 我想定会亲自到 蒲阳城迎护神剑 他性子急 切记不可贪玩物时 遭人笑鸣 若七日之内 你们仍未将神剑接护成功 紫云派就会通知我亲自前往 到时 你们可就避不了一顿责罚了 是的 师父 弟子一定紧记在心 嗯 去吧 一路当心 阵魂令 阵魂令终于再次开启 这一次的九仪天尊剑 幻学封印 终于被我族等到了 长老 九仪天尊剑 真的可以救我们族人吗 圣族神域 岂会有误 自圣族持有 与皇帝战败以来 我九离族退居地界 已过千年 如今 过着这人鬼不分的日子 要想重返地上 关键就是这九仪天尊剑 龙爷 你乃本族此代幽姬 带回九仪天尊剑 就是你的使命 我 我真的可以吗 只有你可以 我族体质特殊 不能见于阳光 所以千年来 对那地上的九仪天尊剑 这天尊剑毫无办法 谁料天佑我族 但下于你 你生来异禀 不惧阳光 自可前往地上 带回九仪天尊剑 如今时机已到 你只需穿越位于太行山 雾谷里的地界通道 就可以打倒地上 到时务必想尽一切方法 带回九仪天尊剑 此次环学封印 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龙岳 九仪天尊剑 九仪一族的命运 皆细于你身了 我明白了 长老 我明白了吧 岂美 亩线 这次环奏 这次环奏 我会干杯 带回九仪天尊剑 好让族人能重返地上 依长老所说 那宜学焕丰之人 要先前往太山的 还愿意 二师兄 二师兄 可算追上你们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一听说二师兄要下山的消息 就特意赶来送行 二师兄真是的 也不告个别再走 失明紧急 只有七日时间 耽误不得 再说 你们都在专心练功 时间匆匆 一事难据 我们明白 可是二师兄 我们都不舍得你们下山呢 江湖险恶 路途遥远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二师兄 千万珍重啊 我们一定会天天想念你们的 莫说傻话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们要好好练功 切莫着师父和大师兄生气 晓得了 二师兄 男子汉大丈夫 不要总是垂头丧气 既然来了 我正好指导你们一番 等下次回来 我可要看看你们的长进 真的吗 太好了 二师兄 那就请二师兄多多赐教 师妹 师弟们已经回去了 我们也走吧 嗯 走吧 二师哥 师妹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不舍 放心 等我们尽快完成师父交代之事回来 很快就会和他们再相见的 不 二师哥 只是刚刚分别的场面 让我想起了 进入密室时的那种感觉 江湖险恶 也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 二师哥 有一天我们也会分开吗 不要瞎想 师妹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就算江湖险恶 我们也要好好闯荡一番 才不负这一身本事 和师父所多 这个 我们已经进了泰山的地界了 可是接下来 到哪里去找斩龙台呢 我已经全忘记方向了 我还有些印象 七年前师父带我们来的时候 似乎是从这里走的 我们往这个方向找找吧 嗯 泰山这么大 要是能有个人问问路就好了 喂 站住 你们两个 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两只黄礼明翠柳 一对鸳鸯上泰山 今天运气不错 总算可以开仗了 喂 你们两个乖乖听话 识相地饶你们不死 是因为你看 只鹿的人撤不就来了 二师哥的意思是 这些盗匪平日在这里出没 一定对附近的道路熟悉 我们抓住他们 正好询问一番 还是二师哥聪明 这下可省了咱们找鹿的功夫了 这些盗匪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可真是瞎了眼 忽如一夜乘风来 心里感觉有点怪 大侠饶命啊 是小人有眼不识 台山这面目 只愿身在此山中 大侠会当灵雪顶 一揽中山小 千万不要和小人一般见识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看你的样子 倒像是读过几年书 诗不相瞒 小人本是浦阳城的秀才 家中有乌又有天 只因遇到了古青莲 猜谜输了真丢脸 一气之下上泰山 落草为寇好几年 好几年 打住打住 谁有闲心听你说评书 我问你 你在这里 可曾听过一个 叫斩龙台的地方 斩龙台 这小人倒从未听说过 不过前方道路左侧 有一山谷 山谷中年浓雾缭绕 听几个误入山谷的兄弟们说 隐隐约约啊 可见其中有一处 宽阔石台 那石台上十分诡异 时常发出阵阵凄厉之声 还有一些巨大影子 隐约晃度 看不清楚 倒像是神兽 大侠 你们要去那里吗 可千万别去 那里古怪的很 去过的兄弟们 回来不久都石心疯了 神兽 看来就是那里了 可你本性不坏 今日暂且饶你 以后洗心革命 好好做人 要是再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绝不轻饶 不做了 不做了 小人这就少小离家老大回 夫妻双双 八甲换 二师哥 他说的那处地方会是斩龙台吗 嗯 一定是了 他刚刚提到了神兽 若我记得没错 那正是斩龙台山上的神兽弥阵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果然是那里 我全想起来了 二师哥 接下来就让我来带路吧 看来路线 我还记得不错 看起来是错不了的 那么 这儿果然有字 师妹 你已知这儿有玄机 这是师父临出发前告诉我的 师父说 这斩龙台既是剑种其一 入口当然不轻易显见 这台顶上设有 足以致命的弥阵风制 但是破阵之绝就刻于地上 师父并没有告诉我 实际破阵之法 他老人家希望我们能够领悟 并破解这其中玄机 这也是对我们俩的考验 是吗 那就先瞧瞧这上面的字吧 嗯 这的确是道颇深之谜 那么 我们该如何启动机关 师父道 只要参悟此谜之意 再配合师父交给我的八卦咒盘 测知此颗气脉流相 再依序击败神兽即可 气脉流相 什么意思 这里的地理风水 应有源源不绝的地气涌出 皇帝 虽设下奇门阵法 将主要气脉 倒为八方流相 此脉相还可牵动这八具神兽呼声感应 不破解此复杂风阵 开不了往地下剑种入口的 嗯 师妹 那我们就赶快试试吧 二师哥 为什么带我走到这展龙台中心 是不是你对这测知气脉流相的谜题 有了什么线索 别急 别急 师妹 事与不适 马上就能分享 眼下我还要仔细推敲一番 立足太极观望 脉身挂象 太极为八卦中心 若以八角形展龙台为八卦 这里就是太极之位 这句字迷 是让我们以展龙台中心为标尺 去观测气脉流相方位 神兽护两方 迷离交错防 前跟离训左兽党 昆队砍阵右手猖狂 依现在所见 左侧气脉即是前跟离训 右侧气脉即是昆队砍阵 左兽党和右猖狂 是气脉错乱颠倒之意 想是要以顺逆之法 将先后和左右顺序改变 我明白了 气脉流相 只向阵砍对昆 前跟离训 我们依此顺序使用八卦咒盘 击败神兽 应该就可以打开诗门 二师哥真厉害 既然已经全想到了 那我们就快试试吧 终于开启了 二师哥 咱们时间无多 这就进入剑种吧 嗯 我们走吧 二师哥果然是聪颖过人 猜出了所有的字迷呢 师父的这考验 对你可是轻松无比 不 这都是因为师妹在一旁的提示和执意 我刚刚就在想 师父是不是 已经将字迷的答案告诉你了 是啊 临出门前 师父就对我私下叮嘱 此次任务虽然非同而细 但是师父还是想借此机会 给你一些考验 若是你真的于时间内无法完成 我再说出 没想到师父会有你这个小考官 看来 我得对师妹多恭敬几分 免得莫名落的成绩 不会的啊 师哥 你可别这样误解我 师妹快别惊慌难过 我是同你说些玩笑话 别再当真 师妹怎么 生气了 是我不好 我跟你陪不试 不是的 二师哥 我只是在想 从小你就认真言情 冷静寡言 虽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但是可从未说过玩笑话的 二师哥 你有些不大一样 是有些什么事 让你开心吗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总之有一股隐隐的亢奋之感 感觉像是即将获得自由般 或许是我亲之于习武 久为下山之骨吧 若是我因此有所失言失态 师妹可被笑话见怪 二师哥不许多理 你这样说我就懂了 我们之间其实本就不用在意这些 你还不懂我的心意吗 二师哥 我明白 师妹 我一直将你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 以后再也不说这些生分的话了 这 真的是九万一甲子的建筑 这些发出幽光的玉石是什么 宛如夜明珠一般的美 这些发光的玉石真美 我想 怎么了 师妹小心 剑魂是什么 难道这里面也布下了阵法 师父也有提及 这里因为灵气充盈 加上上古兵器九一天尊剑封印于此 因此极异极精聚灵 设此剑种风学之人 虽用此一地利 设下重重的迷向阵法 以杜绝外来的野心者 是吗 那我倒是想闯他一闯了 这些剑魂竟然聚集在此处 想必我们已经离剑种不远了 不过这密道错综复杂 要想找到正确道路 倒也是一件麻烦的事 嗯 我似乎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知为何 自进入这里之后 我心底就生起一种奇怪感应 似乎有声音在召唤于我 那声音来一下 应该就是剑种之处 二师哥天生剑体 莫非因此和剑种起了感应 既然如此 我们就快点前往吧 嗯 二师哥 我越走 越觉得身上冷得慌 怎么这里阴风阵阵 透体如冰锥刺入一样 你感觉到了吗 嗯 像是已经到了剑种附近 剑气吸引了更多剑魂之故 这些剑魂怨气聚在一起 化成了阴风 二师哥 我有点支撑不住了 又有一道阴风过来了 师妹别怕 站在我身后 我来挡住他们 二师哥 有你在前面这样护着我 我感觉好多了 二师哥 你真好 这本就是我这个当师哥的该做的 再坚持一下师妹 我已经感觉到剑种就在前面了 嗯 二师哥 你放心 我已经没事了 要是能一直这样 与二师哥在一起 就算一辈子到不了剑种陰 师妹 师妹 你怎么发起呆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 没什么 我们快走吧 那就是剑种了 师妹 我们终于到了 二师哥 我 我心里突然有个问题想问你 可是又怕唐突 什么问题 师妹但问无妨 你我之间又何必见外 二师哥 这一路行来我都在想 只是受剑气吸引 聚灵在此的剑魂就如此厉害 想来那九亿天尊敬 一定厉害无比了 师妹所言不错 所以此等神兵 必定会引起许多萧小之徒的觊遇 想来那设此剑种风学之人 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制造了这重重弥阵 可是 九亿天尊敬既然如此厉害 二师哥 你就不心动吗 师妹 我明白你的意思 实不相瞒 这一路走来 我其实也在心里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早已有了答案 你我都听师父讲过不少江湖故事 故事里 这等神物降世 不管落入谁手 都必定带来灾祸纷争 倒是腥风血雨 生灵涂炭 我绝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所以似这等神物 还是封起来好 我相信 正道沧桑 只因人心而定 只要勤学苦练 我殷千阳绝不会输于这世上任何一人 我们见封了 嗯 师妹 我们快过去吧 终于可以取下旧仪天尊剑了 我愿意看到你 conflict 你必须刑 好 我愿意看 我 Michelle 我愿意看 我愿意看 你好 قال 你 帮忙 我愿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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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